今天團體在臉書發文說有一個看護港 張磊部位在新北市三頂部 在騎駕駛的腳踏噴射 在路邊和朋友在講電話 擁有讓警察罵 還叫他拿機流證出來 還叫他靠手靠 帶回警察局 事後發言這是五回說 有哪不一樣會失禮 就是交給他等在路邊 今天這間這個警察局的 分局長出面會失禮 這在朝鮮外交警察局的門外 將風越說越激動 警方給他手機拿走 給人靠手口 帶回去派出所 不過家庭駕駕駕駕駛 代表董事領整個警方 正反不動 在16月到4點 9月一天 落去樓下等分數 在路邊和朋友說電話 給警方打什麼 叫他給古流證拿出來 並且給他當時 渡早一天 靠手口 帶回去派出所 被他發現是五回 無度限 因疾控警方給人彈點落筆 他說他其實平常的活動範圍 是非常小的 所以他其實只變成十幾分鐘的路程 他真的完全沒去過 其實我們覺得警察用了非常多的 柔性的手段是 其實是一直要阻止他們報案 地位民眾無關適合的 這個女人就是未疾控的環境 秘書長說一直到頭肌部 二天說要報案 對方只要無情緣的會失禮 上任務警方局的分局長 第17千組出面 勝任警察有所寫 標示度限 對員警執罰適當的行為 本分局已經予以記過一次 用妨礙自由罪嫌 移送新北地檢署來偵辦 並將員警調到警備隊 警方說這位警察 一次謝謝任務這位議員 安心怪怪 有問題 所以去問會 不過相同是無言不通 情緒和集結黨才會三十五回 那頂竟沒有人等著落筆 落車的地點 離手法的地點 只能七百公図 但這位警察 這塊不動有所寫 已經做出聽述 並且以上發辦 但是議員團隊議員 希望政府要重視 公關掉其是議員的問題 以便健康更難看 記者綜合不足